大家好,我是巴仁,今次開箱速遞就跟大家帶來這部Tarmac Works ROLO64系列最新推出的30史太龍 不說那麼多,開來看看吧 史太龍當然不是它第一間出版,之前POP RACE都有,雖然POP RACE好像都不知去了哪裡 POP RACE好像都靜光了,我完全省不起最近它有什麼新東西 這部雖然好像是掛煙佬的名字,但還是POP RACE的帽子 先把這架拿出來,這架最右手,我只有這架 開來看看 我一看,POP RACE這架明顯為了推,它變高了 Tarmac這架不預理推,就有這麼低,看看接下來會怎樣 始終POP RACE搶我的頭淡湯,雖然我覺得它便宜價,貪人的比較貴 看看分別在哪裏,看看車的號碼 563,今次我這架是563 Limited edition,還要寫明 好,開來看看車,明顯地看到車其實是側向一邊的,不是低一點,是側向一邊 我差點看樓眼,我在玩具的角度看過,不是對路的,怎麼這麼低,不是,側向一邊 問題是,我應該看看一會兒,拆開再裝回,還在哪裏 如果拆開再裝回,還在哪裏的話,又是那句賤 真是被那些什麼鬼死的 有時它的位置好像,那些Tarmac的東西,那些車整天都側向一邊 好像它完全不懂得預位做東西,好像是 就是它所有位置都側向一邊,都真的 某些地方出錯來,水口的位置批不齊,或者它真的計得太盡 搞到過不了,又照裝回一些東西,那這個問題就會出現 車撿在一邊 你看,明明這裡的輪子都好像正常的,這邊都放進去 那你就看到問題在哪裏 那就不說了,直接評論一下車 先看一看頭,我覺得它不是好一點嗎? 抹盞燈通透一點,好像是膠水漬 真的有膠水漬 糟糕 我都看漏眼這個 QC,扣夠你分 QC比POPRACE更雙 POPRACE那一架,這架也有夠先 看我味道 尾方面的燈也不一樣 它兩架車的比例差不多,好像POPRACE大一點 感覺上 調後就沒有什麼比,調後的擺位不同 因為我找不到POPRACE的街車版 但我想看燈件應該都是差不多 但是TAMAC的尾玻璃做得好一點 因為它有做到一些細緻 但是賽車版是否尾玻璃沒有水撥 只要它有做到水撥,還有它這些線 就這樣說,這些線是比較漂亮的 總之車上部份都OK的,下面好像差一點 尾燈那邊我再看一看 我覺得它右燈的組裝好像有點問題 像是有些膠水漬 然後也不止燈都凸出來 感覺是很粗糙 這間線是為了買而買的 如果你給了我,我真的錯時間幾乎 我叫它不要在一起買 跟自己說,這樣QC還要收到這樣的價錢 所以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TAMAC的Global 64系列 Global 64的廠 可不可以接上Role 64的車來做 或者Hobby 64的車來做 它完全不可以的 你Global 64的車正正常常 你不可以的 你去到Hobby,去到Role 64系列 那些車全部都是這樣,銜色的 像是很貴的這條線 好像完全沒有事發生過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它想怎樣 我先拆開車,還要拆開也要拆 隨便看一看底 這個是街車版,賽車版也沒有不同 賽車版也沒有不同 不是這樣,省皮 不過它是鐵底 POPRAID是用鐵底,感覺上實在一點 不是一定實在一點 它也有做到一些 起碼它中間這些位置有上色 這裡沒有 但是TAMAC的尾喉也有色 這件就改了去前面 但它也有把洞在那裡 TAMAC沒有畫出來 所以TAMAC的孔可能沒有轉 它本身的孔已經轉了 這個不拆拆這個 所以TAMAC接下來 今次最新見到魚訂 我好像只是訂了些什麼 啊,我只是訂了 Lansia我訂了 然後我再訂了一部什麼東西 我自己訂了都不記得了 總之Lansia一定有的 另外一部也是Lansia 我還不記得 總之 如果你說HORB ROW64我就只訂了Lansia Delta Delta沒有了 我覺得Delta到時候出來 應該都是炒炒地粉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TAMAC做了這麼多年 就是HIGH了這麼多年 但是HORB64又正常 那些人說兩間廠 那兩間廠 既然是這樣 你不把ROW64 HORB64給亂 另外那間做 既然另外那間出來的出品好一點 我覺得不如讓它做亂算 你那些又不可以 看開不開到 覺得好像又是貼了膠水 還是有東西卡住 那些 開不開到 我之前也試過 我覺得這些是否它那些位置 就是魚擋得太擋 太擋 不是 還是我開錯位 要先出擋到前面 但問題是前面都卡住 它感覺好像是 不知道給什麼東西卡住 還是黏著 我懷疑這些東西卡住 我懷疑這些東西卡住 所以弄得它不夠位 車尾拿到一邊 就這樣對大家看一看 在它中控台 即是它中間那份東西 整份馬鞍是有做到黑色的 即是有第二隻色上去 真的好像砌模型 它有做足的 就是這些位置 即是這個位置 顯得出它是一架 應該值一百三十幾元的車 但是QC它不是一架 應該值一百三十幾元的車 所以繼續暢淡是對的 你想想這些東西 一架值得這樣 又用膠水遮蓋 你想想這些車子 可能會給它 adjust 那樣怪的 它們也各自米的 我實際上可以把這個鏡頭 應該會出現幾塊 沒有什麼特別 我都不會再買 除非出商用車 或者這種 我有興趣的 可以意思一下 不然就會不要騷擕我 aspirate也是這樣的 會買 bore 那架997那架,我是貪得意才會買的 但如果史太龍再出街車,我一定不會買 除非出黃色,你出黃色我會考慮 但你說你這架色,出黑色,出白色,我一定不會買 但那些QC,一架紅色也夠做 你的QC差到這樣 我看看它的輪子裝上去,看看會不會 就這樣裝上輪子都歪了 我反而想知道,因為它蓋上那塊底板之後 一挖,一挖,車就歪了 如果我不裝的話,會怎樣呢?我試一試 我這樣把我的輪子拿出來 但這次的輪子本來是OK的 對,OK的 放在一起看看是怎樣 好,這個就沒有裝了 都是歪一邊的 我現在是沒有上底盤,即不是底盤影響它 我現在就這樣把輪子就這樣放上去 證明其實影響到的就是 放得到明就是它裡面的那塊籠 是放不正的 這個不是第一次出現的 之前AE92街車都有這個問題 紅色那輪子,那是我最愛的 就是它整批都炒掉了粉 所以為什麼我那時候 一想起它就是我的骨灸器就是這些 是不是呢? 便宜你又不是便宜 你還要賣貴又賣得貴過人 是不是? 它,怎麼說 這些細緻的東西 你又不是不能做 你也有做 那些QC,那些裝嵌 就整天都衰在這些位置 QC和裝嵌 你死的東西和ERROR卡一瓣 無一瓣 ERROR卡有時候都過份 我覺得Spinter真的要罵它 除了連結之外 就是我只是罵裝嵌 你是設計的東西出錯 我就不罵 我只是罵裝嵌 我看裝嵌 我一看到車一歪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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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一裝嵌不單是歪 你就前後比例都不能對 即是說不對真車的比例 就像那個Spinter長震一樣 整個踏踏下去 就是... 全loading 超載都不會這樣 是吧 扔到這樣 是不是 還有這些車是政府車 當然不會超載 是吧 那你... 看得到就知道 不能對路 所有東西 結果又是要我自己開料 再去摺高車 才可以正常回 那這些東西 不應該你自己出廠 你看過 你自己看那個Sample 你自己撞起來 不能夠的 你自己不能知道的嗎 是不是 你不是這樣就有機會出廠 是吧 Tarmac的也是 有時候這樣 我當我這架可能是額外例子 其實我看過那架本身真的 那架也撞得很低 但為什麼我這架會這樣呢 兩邊斜在一邊 我沒有搶底盤 現在就這樣看 一定是內籠裝嵌問題 剛才我去拆過內籠 內籠也是撞的 我覺得 要麼就是Tarmac經常預下的位置 在那些卡榫的位置 入的位置 預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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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都不夠的位置 你去 讓它 開正 待會上那個 你一撞 塞了 所有東西 不要砌下去 便不讓它 又撞了 撞了 撞了不開 你不要撞到氣 這裡不能放在底盤 給大家看多一次 故事說車外面的油是不錯的 都是碎裝陷,燈經常有膠水漬 尾牌經常不冷靜,裝歪 車也整個車,因為被內籠 因為其實在現在這個世代 這一套的1比64設計 以內籠去保住軸這個設計 你弄一裝歪,你整個車就歪了 你上到底盤這塊東西上去 你上到底這塊東西上去都沒有用的 你整個車都是歪的 所以為什麼我這些位置 你一做壞了,你整個車出來 你拍照那輛當然是漂亮 你總會有方法撿得漂亮 你拿來拍照,除非好像有些牌子 被人笑,有沒有搞錯 你拿來做sample,拍照那輛車 都是烏里麻痹的 他不會啊 他撿得漂亮 到我街客我買了 我買完回來 我說你老母,我整個車是歪的 怎麼搞啊 所以我真的沒有什麼 我都是周始麗說的 我這些,Lansia忽然粉絲 有觀眾說我 你不懂得讀的名字 因為你不夠帶客 沒錯,我就是Lansia忽然粉絲 所以我不懂得讀的名字 Steros 應該沒有讀錯 應該是這樣 Steros,我要練一練 因為Mini GT還有兩部 我到時又不可以 又不懂得讀的 我試試讀一次 不靠Google Translate 那輛 Lansia Delta 那輛我會 紅色和藍色 我也有訂的 我都不抱期望 就是一些 那些 我買 但如果不是 沒什麼都不要叫我光顧 除了 Global 64 Global 64 這車反而沒問題 但Horby Horby和Roll 64 就算我忍不住買 我都叫觀眾不要買了 沒什麼 下面這條影片 應該也有不少觀眾都說 是的,我都沒有買 這樣就好了 這輛車就說 我看到這個樣子 我真的 我現在 我不拆開這輛車的油字 因為這輛車我買回來 我先拍了飛機 然後這輛日 我又差點不記得 我本來打算拍 我先拍Eno City 第一代Jesse 然後我想 不是 那輛史太龍還沒出來 我先拍到史太龍 好 好了 先不說那些壞事 先讓我再看這輛 旁邊的史太龍 唉 真是 你真是認真 你真是認真 麻煩你會整輛車旁邊 不知道想怎樣 接下來 星期三 就會有兩輛 我覺得是 挺值得說的車 但是要事先聲明 不是1比64 因為Tiny沒有出1比64 那我在賣個關子 不賣關子 就是明日戰機 旗那裏有三輛裝甲車 我有其中兩輛起手 最貴的那輛我沒有買到 因為我不捨得買 那星期三 我會拍開箱片 星期三條片會出街 不是我拍 可能早點拍都可以 星期三晚就會出街 那 今集就先說這樣 先看一次車 但他真的覺得 值得J的位置就是MMC 這塊牌 沒有了 我覺得 對於我來說 舊三領車 最值得J就是這塊牌 MMC 即是舊的Pajero 或者其他款式 你看到這隻MMC 是特別有Feel的 我想很少車廠會整個宿舍 整個宿舍都寫下去 那些車可能都寫不去 只是Benz 還是Mercedes Benz 你不會想把三領汽車 Mitsubishi Motor Corporation 那些整個MMC 很少會這樣做 除了AMC 美國AMC 或者MMC 應該是最後公司 我能說出就是這兩間 三領現在都不會 現在都是Mitsubishi 但是 舊底竟然會把MMC 三領汽車寫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因為三領始終實在太大間 怕大家撈亂 所以一定要寫明是MMC 不知道 我覺得 但還是一個叫做 情懷 情懷的位置 那好了 那今集就先說到這裏 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